明天30日,就要开工了,为了让开工不忧郁 各大餐饮业者都推优惠,希望疗愈民众的心 像是素食业者,推买一送一 或是大比萨买一送三 很多人会喝的下午茶 手摇饮和咖啡也都推优惠,希望吸引买气 就快结束10天超长的廉价了 明天各大公司行豪正式开工,心情一定很郁足 不过各大餐饮业者也推出优惠 像是这一桌来说,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或者APP抽奖一些折扣 开工扫除你的Blue,麦当劳,主打网络预定欢乐送 低箱满38元输入优惠码 就能享有拿铁美式和地瓜条 三选一品项买一送一 还有APP开工服带优惠 有机会抽到4块麦克机快买一送一 民众喜欢买一送一,听起来比较划算 算是开工小确幸 民众喜欢买一送一,就是感觉比较划算 其他素食业者也出招 肯德基、翠鼠玉米浓汤等五大商品买一送一 摩斯汉堡分阶段推测价品 还有必胜客外送小比萨买一送一 或是大比萨买一送三等优惠 各大餐营业者抢开工材 其实上班时间,下午茶是绝对不可少的 各大首摇营业者也推优惠 希望吸引买气 以COMB来说,打出冬片比赛茶到现场门市购买 享有十元折价 或是和茶楼纯茶不限同品项买一送一 还有大院子推出新品同样主打买一送一 每人每天现买两组 不过说到优惠很多人的精神支柱 不得不提咖啡 星巴克开工当天到门市 购买两杯特大杯一样口味的饮料 一杯由星巴克请客 还有路易莎打出十一点钱 一餐时加上饮品小八折优惠 85度C则是大杯鲜奶茶和大杯英式奶茶同品项第二杯25元 等于打出七折优惠 甚至抢工开工业绩 也希望疗愈大家开工的心